90后宝妈在农村种菜的日常 今天一大早的带着两个孩子去窝笋地扯点窝笋叶子 回来喂几个小动物 最近天气都变暖和了 这些菜长得好快呀 前几天我看还小小的 一下子就长得那么老了 开花开成这个样子还挺好看的 叶子变得小小的一片 拔了几根回去晚上炒着吃 小西瓜还拿了一点叶子来给小兔子吃呢 然后我们又继续的来切菜拌米饭了 这窝笋身材真好呀 瘦瘦高高的 但是它里面是空心的 没什么肉了 把菜切碎一点 拌到米饭里面去 两个孩子就拿去喂鸡了 我顺便来把这地上打扫一下 感觉人真的会随着环境改变一点的 以前住楼房的时候 那个磁窗地啊 一天都要拖个好几遍 早一点就看不下去了 但是自从来到这里之后 有时候一天都不扫地的 可能也是我现在干笼活了 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雇那么多了 最近这几天天天都出大太阳的 地上有点干 刚刚种的黄瓜苗 我都害怕嘎了 早上看的时候有一点点黄叶了 所以就拿水来浇一下 顺便把其他的青菜也浇一点 这个空心菜呀 我记得是刚来这里就种了的 现在都已经过去几个月了 地上的草拔了一次又一次 最大的几颗也才那么高 拔完草了 就再来割一下韭菜 这个韭菜长得也挺快的 就是那时候我种的有点稀了 两三颗才够吃一顿 这三根莴笋切了有这么多的肉 炒一个肉片吃 上次炒的鸡肉都还没有吃完了 昨天都忘记拿出来了 放在冰箱里面的 小西瓜他都不敢吃鸡肉 小宝呢他也吃腻了 直接把肉放在盘子上面去了 那只能剩下的我自己吃了 我先吃鸡肉 然后再给他吃鸡肉 然后再给他吃鸡肉 然后再给他吃鸡肉